火車站月台 眼前證明外籍人士 手裡拿出一張車票 像是故意的在鏡頭前 不斷晃啊晃 甚至出言挑釁 兩人正論不休 而問題就出在他手中 這一張車票 原來是上個月22號 這名外籍人士出戰時 聲稱車票不見了 站務人員報警處理 但人一到警局立刻拿出票根 說找到了 過了好幾天 男子再次來到潮州車站 不但刻意炫耀他有車票 還酸言酸語 說副站長根本只想要錢 不管你是哪里來 反正到了當地 就應該要遵守當地的規則 就是這樣子 這名外籍男子 自稱到台灣工作 七個月年約三十歲 來自烏茲別克 說的是俄文 也許英文並非雙方母語 導致語言溝通發生誤會 才會搞得烏煙漲氣 這張春華屏東報導 你還好嗎